俗话说红花还要绿叶配 一部好的电影离不开主角 但配角也功不可没 尤其是那些让人恨得牙痒牙的反派 很多时候他们的戏份往往比主角还要出彩 最能证明这点的莫过于古惑仔系列的电影了 今天我们不说山鸡 不说陈浩南 就来说说谁才是古惑仔中最狠的反派 第六名雷富鸿 三联邦前任帮主雷公之子 看到他我只想说一句 不怕真小人就怕伪君子 雷富鸿把这句话展示的淋漓尽致 他从小在美国读书 可以说是众多反派中文化程度最好的一个 看起来丝丝文文 一副淡泊之远的君子之风 事实上却是一个在反派中最大的阴谋家 成功诠释了什么叫衣冠禽兽 不仅自导自演了一场刺杀 嫁祸给山鸡 还杀了最忠心耿耿的钟永博 成功稳作三联邦帮主 但他的野心远不止如此 为了达到一统台湾黑道的目的 不惜与敌人合作 最终阴谋派露被警方逮捕 他可以说是蛊惑仔中 战斗力最低的反派了 第五名司徒浩南 东兴武府之音 秦龙虎 一句 铜锣湾这块地盘上只能有一个浩南 就是我司徒浩南 相信大家肯定印象深刻 他是一个既能打又有智慧的反派 一度压制陈浩南 想要争夺铜锣湾老大的地位 在反派中 他算是最没有阴谋的一个了 跟红星光明正大的对着干 就连争地盘的方式 也是和陈浩南在擂台上 单打独斗 谁输了就要退出铜锣湾 最后陈浩南使出了一招风神腿 获得胜利 司徒浩南算是所有反派 下场最好的一个了 但让他更难受的是 他一直引以为傲的智慧送他进了监狱 第四名 丁瑶 她是三联邦帮主的情妇 也是山姬最爱的女人 拥有着绝佳的容貌和气质 但作为蛊惑仔中唯一一个女性反派角色 丁瑶注定不会是一个花瓶 而是一根带刺的毒玫瑰 利用自己的姿色成功勾引身边所有的男人 为其所用 利用雷公保镖合伙把雷公暗杀 并且加获给山姬和陈浩南 凭一己之力统治三联邦 丁瑶的一生为了追求权力 机关算尽 绝对可以说是一个极度腹黑的女人 但聪明反被聪明物 最终谎言被揭穿 被山姬亲手杀死 也算是死得其所 第三名 东兴耀阳 也是东兴五虎之一 绰号奔雷虎 俗话说 不怕流氓会打架 就怕流氓有文化 刘耀阳是一位外表斯文 内心却极其变态的西装绅士 一个爱深沉爱依悦的反派 特别喜欢莫扎特 他的经验态词是 因此每当扰人下楼的时候 都会比划一段优美的旋律 在优雅中 济嫌蛊惑仔的暴力和狂妄 能利用每个人的弱点 单凭他一人 就能把整个红星 搅成一锅粥 杀害屯门区画室人恐龙 勾结生番和黎胖子 陷害山姬等人 将大天二从高楼扔下 只可惜如此心机的一个人 却没有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最后却死在了自己的队友手里 只能说恶有恶报啊 第二名 亮坤 另一个印象最深的反派 就是吴振宇饰的亮坤了 虽说宇晨浩南属于红星社 但他为人阴险狡诈 喜怒无常 是众多反派中最魔性的一个 在他的观念里 意气是不存在的 看到兄弟的尸体流下眼泪 原因是兄弟欠了他两千万还没还 还时不时能创作出许多的江湖名言 比如说 亮坤总是能把歪理说得让人无法反驳 手段哥是算得上心狠手辣 赶走红星龙头蒋天生 自己成为红星龙头后 立马除掉绊脚石打逼哥 包括全家老小 手段极其残忍 而他的计谋也是一流 陷害陈浩南一伙人 导致潮皮残子用卑鄙手段使陈浩南与山金女友发生关系 让兄弟两人反目成仇 陈浩南也因此退出了红星社 最后轮到陈浩南报复时 发现自己势单力薄 又马上向陈浩南认错 亮坤的结局也正是因为那句话 多心不义 必自毙 结果被自己一直看不起的小警察一枪毙命 第一名 东兴乌鸦 乌鸦绝对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反派了 凶残 残暴 嚣张 都是他的代名词 在他的眼里完全没有任何的交互道义可言 就连众人所败的守护神光二爷都不放在眼里 把嚣张跋扈远移到了极点 眼见龙头大哥重伤 直接亲手将他了结 亮坤都远远比不上他的狠毒 乌鸦虽说连个老大都算不上 但他却是给陈浩南造成伤害最大的一个 暗中杀害红星龙头老大蒋天生 威胁女人拍裸照 并嫁祸给了陈浩南 各是当着陈浩南的面 亲手杀了至爱小结巴 可以说陈浩南想要保护的 就是他要毁灭的 之后出卖笑面虎为其挡刀 可以说杀人灭口就是他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 还好最后骆驼的葬礼上 乌鸦的罪行被揭穿 陈浩南与众兄弟联手 一举歼灭了乌鸦 所以说凭他的英勇事迹 第一的宝座也是当之无愧的 你认为谁才是蛊惑在中 最狠的反派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